高雄市有两名年轻人骑车被撞 又遭到对方用斧头砍伤 报案的时候却被两个派出所 还有辖区的交通队 以辖区全线为由互踢皮球 折腾了五个小时才完成报案 让被害人心生不满 说被害人自己就像人球一样 两名被害人多处受伤走进派出所报案 因为几分钟前他们发生行车纠纷 遭到对方拿斧头砍伤 但进到警局做比误 原警却互踢皮球 两个派出所和交通队 都说不是自己辖区 我们一开始先到五甲派出所 然后五甲派出所叫我们前往南城派出所 然后后来所长跟警员就说 车主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你们现在是要告谁 包括受理的时候都有开立报案三人单 包括伤害的部分 妨碍处有的部分都有开立三人单 被害人折腾了五个小时 高雄南城派出所才完成比误 被害人已经满肚子气 没想到所长又下令远景 比误随便做做就好 甚至叫被害人不要提告 被害人听到大骂警方实在太离谱 比路随便做一做就好了 简单做啦 做完请他们离开 然后我们听到这句话 那当下就有点心情不太好了 就是南城派出所 从我们一清派出所的那个态度 就好像没有要受理的意思 受理案件当中 所长就跟我们交代研警的部分 简单重点做一做 罗欣被害人的话 就向我们所长当场来致意 致歉 警方出示监视器表示当时并没有说 比路随便做做就好 双方可能言语有些误会 现在所长被惩处 也重创警方人民保姆的形象 记者物国真成为君高雄报道